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她十分喜欢唱歌 毕业后便在一家名歌西餐厅助唱 当时餐厅顾客们的反响都很不错 于是在机缘巧合下 许如云的好友张立本便推荐她到上华唱片公司进试音 她到上华唱片公司试音时 选择以自弹自唱的方式 现场演唱了王菲的冷战 新小琪的领悟 以及林一连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三首歌 许如云甜美的歌声 高超的唱歌技巧 让她成功与上华唱片公司签约 随后上华唱片公司 为她改一名为许如云 1995年6月 上华唱片公司 为她制作并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跑好》 由于是刚出道 名气不足 这张专辑并没有让许如云一炮而红 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不过许如云并不甘心就此认输 为了做出更加动人心弦的音乐作品 她拜访了当时小有名气的音乐制作人许金伦 在她的参与下发表了第二张专辑《泪海》 《泪海》发行后不仅上华唱片公司卖力宣传 而且还将这首歌投入到电视剧中使用 使得《泪海》这张专辑在台湾卖出30余万张 这首歌让她一下子火了 当时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许如云的《泪海》 正是这张专辑让许如云开始走向天后之路 1996年 她的专辑《如果云知道》 在亚洲累计销售超过220万张 成为该年度最畅销的女歌手 之后她多次发表的专辑 每一张都卖得十分火爆 许如云在歌坛自成一派的独特唱歌风格 被媒体称为云士唱腔 她凭借自己出色的唱功 以及灿烂的笑容 成功征服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等地的歌迷 2001年 许如云离开上华唱片公司 选择加盟EMI唱片 并在同年发行第十张个人专辑 《只说给你听》 2004年 她在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我爱业》之后 选择与EMI唱片结束了合约 直至2007年 许如云加盟种子音乐 童年发行EP好听 年底再发行专辑 北纬66度 2009年 她又结束了与种子音乐的合约 许如云在华语乐坛 留下了很多经典歌曲 受到一代又一代年轻歌迷的喜爱和追捧 她不仅在歌唱界神神发光 还进军了演艺界 参与到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中来 算是多期发展 虽然许如云长相显得她十分娇弱 但实际上 她是一个十分洒脱的女生 当爱情来临时 她可以大方施爱 当爱情走远时 也能潇洒离开 而最广为人知的恋情 是她与音乐才子许晶伦 长达七年的爱情长跑 由于工作 许如云与当时小有名气的音乐制作人 许晶伦相识 几番接触后 她的心开始慢慢被这位音乐才子倾倒 许晶伦是一个外表邋遢 看似粗线条的男人 但是却怀有一颗 对音乐有着独特见解的心 在庆祝泪海大麦的聚会上 当记者问许如云 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许如云的脑子里 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那个 沉默寡言的许晶伦 1997年 再次朋友聚会上 两人以歌传情 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 只不过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 总会有所遗憾 两人最终还是没能顺利进入婚姻的殿堂 因为这两人在生活的观念上 有很大的差异 许如云虽然在娱乐圈 可是却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许晶伦却无法忍受 没有音乐的日子 于是在2003年 许如云和许晶伦和平分手 2004年 30岁的许如云 离开了月台一段时间 去到纽约 在那里过了一段悠哉悠哉的日子 在那段慢节奏的生活里 他学瑜伽 做甜点 学油画 还学会了踢踏舞 到公园看人散步 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 他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 许如云在纽约遇上了 他的第二任男友 华裔小伙之恩 他是一家银行的高级投资顾问 许如云十分认真对待这段感情 两人相恋三年 因为一直都是异地恋 感情难以维持下去 最终这段恋情已失败告终 之后在一次媒体采访活动上 许如云大方表示 在那段感情后期 自己也知道 无法继续下去了 并主动和对方提出了分手 并感谢周恩带给他的美好回忆 2007年 许如云回到自己最热爱的 音乐事业上来 他在演艺圈 有着自己的姐妹团 四位姐妹中 李星杰 梁永奇和杨采妮 都先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许如云也一直 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直到2013年 39岁的许如云 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崔塞成 他是韩国著名经纪公司 SM广告部的高管 主要负责SM公司旗下 知名偶像团体的广告业务 很多大牌韩星的 大手笔广告创意 统统出自他手下的团队 当时许如云和崔塞成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 两人就像一对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共同的话题 相处起来分外轻松 当时为了见许如云 崔塞成每个周五 都会搭乘最晚的班机 来台北见他 周日在搭乘最晚的班机 回韩国上班 就这样两人恋爱不到半年时间 就决定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2013年12月29日 许如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声明 称自己在11月8日 便和崔塞成正式登记注册结婚了 两人于2014年 举办了韩式婚礼 结婚后许如云便一句首耳 崔塞成十分贤惠贴心 不仅会做一桌好菜 而且在生活中也很体贴 虽然两人在语言上 有一些的障碍 但在许如云的眼里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婚后的许如云在事业上 就不再像之前那么拼了 减少了很多活动 虽然还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但放慢了步调和节奏 尽管平衡生活和工作 2014年 她出版了自己的新专辑奇迹 我们发现 当年唱着苦情歌的那个女孩 曲风也渐渐活泼了起来 2015年 许如云参加钞艺节目 蒙面歌王 她以铁上奥特曼的造型 登上舞台 一改一往端庄淑女的形象 惊显妖娶美艳的一面 一开口就惊艳了众人 她在节目中表示 做歌手的心态很重要 歌手这个职业 很像跑马拉松 需要把握启程转合 需要明白自己在某一阶段中的追求 而她就会照着自己的步调 去享受音乐事业和家庭生活 这两个方面 不过许如云的婚姻生活 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么完美 生活中的两人 也经常会吵架 但好在有些语言障碍 往往也不会吵到有多严重 许如云一直很喜欢小朋友 婚后看到好姐妹杨采妮 李星杰等 陆陆续续有了小孩后 恰言很想快点加入她们的队伍里 2017年 杨采妮生下双胞胎后 许如云抽空飞到新加坡 探访思念已久的杨采妮与干儿子 李星杰也带着自己的双胞胎一起聚会 现场三位女人 四个孩子相当热闹 身为干妈的许如云 也趁此机会当了个实习妈妈 成功哄睡了干儿子 自己感觉非常开心 她还说这人生第一次 想开香槟庆祝 许如云感受到自己的好友们 当了妈妈之后 不管是性格还是生活 都有了许多改变 在感受到当妈妈的幸福后 她曾表示以后 要约着闺蜜四人 各自带上老公 孩子们一起出游 2018年 因为穿着宽松 被误会有孕再生的许如云 面对媒体 她曾公开表示 怀孕需要顺其自然 说梦家里也没有给她们夫妻俩压力 许如云承认 自己在婚后有动乱 为之后的怀孕做准备 许多粉丝也在期待 许如云可以快点怀孕生宝宝 不过如今已经47岁的许如云 与老公结婚八年 却依旧求子无果 今年春节期间 有媒体拍到许如云 和催栽成合体 在网球场上打球 点人打扮都很休闲 许如云穿着一身黑衣服 头戴铜色系帽子 已经47岁的她 无论脸蛋还是身材 都保养得宜 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一大节 而催栽成则以黑色上衣 配白色短裤 两人还戴着一副太阳眼镜 看起来本人皮肤幽黑 身材健硕 一看就知道经常做运动 身高1米88的催栽成 与身高1米58的许如云 站在一块 一高一矮 形成了最萌身高差 十分般配 上课前 夫妻俩现在一旁做热身运动 期间催栽成还主动帮许如云 压腿拉筋 显得十分贴心 之后有媒体主动联系了许如云 她表示催栽成十分喜欢运动 有打网球的经验 而自己是一个新手 许如云还表示之前 因为工作的关系 两人经常要飞来飞去 很少有机会长时间待在一起 这次因为疫情爆发 夫妻俩有了很长的相处时间 他们夫妻俩平时 除了打网球外 还会与朋友聚会 或进行短途旅游 生活过得惬意又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爆妹的视频 请多的点赞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